对投资人来说 他多了一个 可以取得他的股票的一个管道 因为对捐赏来说 他就没有压力 他不需要去买一些 上次公司的股票库存 但透过自己的股市 去做分割 可以投资人 对他来讲也是轻松 所以这个对未来的 投资人来说的话 是可以增加整个交易量 预期10月中 零股开放盘中交易的 新制上路之后 会吸引更多人进场 根据政企局统计 到八月顶为止 2020年新增开户数 高达74万户 三成是30岁以下年轻人 好比说我要只有多少台积电 虽然一股现在有400块 那我买个10股嘛 那至少我一年后 我也有个100多股啊 那一段时间累积 还有配息的部分进来 你会有现金的收益 透过在现在的市场里面 第一个市场 你就要透过富力的滚动 来增加你的收入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里是新北市五股仓库 一路开进 身不见底啊 小富爸爸租了 有100平大的空间 堆放着从700多家 上市公司领来的战利品 米 肥皂 还有咬膏煮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用品 但可别以为这里是卖场仓库 而是上市公司老板们 回会股东的活动纪念品 这是旅行组的牙膏 这个就是米了 米好像蛮多公司送的 大概有6家吧 6家还是8家 今年的抗菌很明显 那去年什么最多 去年吸管最多 那个吸管吃到海龟的鼻子里面 所以那一年环保一滴起来 不管是吃的 穿的 擦的 用的 通通都有 铃骨投资达人 小富爸爸张俊祥 这些都是他揪团 买铃骨领来的 股东会纪念品 看一下 这家公司的行销 真的是做得不错 这家公司很好玩 对啊 那你可以看看 今年的送是什么 神秘的 各社同 对各公司赠品 辽若执掌 是因为他研究买铃骨之外 也参加股东会 就能掌握要发什么纪念品 已经有14年的铃骨资历 今年让人家印象比较深刻 应该是黄品 黄品今年大概发2200块钱 对 它是一个200块的实体券 在他的办集团 全部的集团里面都可以使用 别以为小富爸爸 是财经背景出身 他念的是东南科大土木系 曾在外商银行 一路从房贷专员坐到乡里 之后他自立门户 代表债务人跟银行做债务协商 最主要是我们遇到真正很可怜的人 他们可能因为下顿饭真的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才会有这个活动的开始 那时候就觉得说 你可以去买一下上次会公司的一股的股票 那因为上次会公司有些老板 他们蛮喜欢热心助人的 他们会赞助你 他注意到买铃骨一股可能不到10元 就能够换得米 卫生纸的民生用品 能改善债务人的生活 但是呢 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受 一开始其实债务人会觉得 回应我的事 我都已经没钱了 我连买那个股票钱都没有了 后来他索性从身边亲友纠团 每个人花两万块买股 当五百家公司的小股东 一家买一股 靠这些赠品 一年至少省下约两千元的生活用品费 但光临纪念品更是大功成 因为你滚会纪念品的时候是 你必须要拿着委托书到每个现场 全省从北一直到高雄 我们当时全省的各地方代表 大概有一百个人 那我们必须把单子交在手上 然后提醒他们明天记得要去领 所以那时候我简直像疯狂快递一样 投入带领八年来 也号召了上千人的会员 他建立一套获利系统 用以物换物的方式 投报率约10%到25% 你就去买了上次的公司 你就成为了这些股东 那你就会有 你就会取得一个叫 我们叫虚拟点数 就是Bitcoin 那这个点数呢 你就可以做其他的运用 我可能我不需要 我用不到米 可是我可能特别需要一个背包 那他就可以把它点数 我的米不要 那他有点数 但是这个点数我去换了背包 看准领股时代的新商机 小富爸爸也打造出崭新的商业模式 但买领股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领股的手续费最低是20块钱 也就是说 好比说你买100股好了 那你买一个命额是10块钱的 那是不是1000 你点是不是花1000 可是你手续费是20块 这个的成本真的会比较偏高 那如果你用反算的方式去倒算这个领股的交易成本来说的话 你大概买到14000多块钱 才相当于你十足的用到这20块的手续费 藉由存领股审券买生活物资的费用 还可能帮自己加薪 但也提醒投资的股票得审慎评估风险 除了这个存股的计划之外 其实你还是要做一点风险的控管 那风险的部分呢 比如说你就可以买反向的 叫做Mix 透过他们分享的领股策略 从13000点居高指数下 给观众一个参考 但也提醒决定进场前要多做功课 找寻符合直利率的价位进场 有保护资金的功能 让每块钱都